有投資電影和戲院的黃百明 說疫情期間損失很大 近日疫情方緩 戲院重開 百明哥說要慢慢one up 但有信心觀眾會回到戲院看戲 至於電影拍攝方面 都有望綠月復工 6月初我們會開始拍攝 疫情期間不少電影工作者 首庭口庭 百明哥說他下半年 會有幾套本地製作的電影 我想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都會開一些戲 以我們公司為例 下半年我們都會有三四套戲 會開拍 等一些工作人員都有公開